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战战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大家一起来享受这场辞旧迎新的回甘茶话会 那相信今天在这里呢 大家也能够跟我们查理一起来共度一段 非常温暖又充满茶香的时光 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下战战 平时喝茶喝得多吗 一般是什么情况下喝茶 很多很多 一般在拍戏的时候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喝茶 选择喝茶 现在其实我们也已经进入了深冬 对不对 然后北方也在下雪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就特别适合来一起喝一杯温温热热的茶 没错 像现在这个天气凉了 像平时我在户外待着时间长了之后呢 就觉得冷的时候 就喝上一杯温热的茶 既能润口 又能让身体由内而外都暖和起来 对 非常的健康 所以想问一下战战平时都喝什么茶 其实基本上绿茶红茶我都喝 最近的话红茶会比较多一些 红茶多一些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 发现茶跟利用茶的国家 那茶文化最早呢 就是起源于我们的中国 对 没错 而且我们国家呢 不光是发现了茶 还把茶通过丝绸之路 传播向世界各地 在当地和他们的地域文化呢 相融合组成了世界多元的茶文化 还得是你 不愧是我们的代言人 真的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知识的储备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考验 要来考一下战战 但我觉得应该难不倒你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的题目呢 主要是来针对这个中国茶当中 容易混淆的一些知识点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跟着战战来答题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呢 就是大红袍是什么茶 A 乌龙茶 B 红茶 请作答 A 非常的果断 乌龙茶 乌龙茶 回答正确 接下来我们来考第二题 就是鸭式单从是什么茶 A 是绿茶 B 是乌龙茶 这是我们广东的这个名茶 B 乌龙茶 乌龙茶 回答正确 那接下来一题 请问红茶的英文是 A Black Tea B Red Tea 请作答 T 松分题 这个太简单了 A Black Tea 恭喜答对一题 最后这道题 茶里品牌名的含义 A 是中国是茶的故理 B 饱含礼仪心意的中国茶 C 十年专注做标准化的中国茶 请选择 这三个都是啊 这三个都这三个都是 对 A B C 三个都对 恭喜 还得是我们的战战 中国呢是茶的发源地 那茶里作为 中国新一代的这个茶品牌 十年来专注 用标准化的方式来研发各种 饱含礼仪心意的茶品 那希望消费者在 品饮这杯来自中国故里的好茶时呢 能感受到 平和治愈的茶饮生活方式 那让中国茶文化 可以更好地走向世界呢 这就是茶里品牌名 背后所蕴含的含义了 没错 刚刚 战长也答了几道题 我们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刚才几道题的答案 第一个我们提到这个大红袍 还有那个第二道题的鸭石单红 其实都是属于乌龙茶 都是采用的这个半发酵的工艺 那红茶其实它看起来更接近于黑色 对 所以它就是叫做Black Tea 所以很多国家的这个茶文化呢 也是受到了我们中国茶的影响而发展 那作为中国人 我们也深深地为我们的中国茶文化感到非常的骄傲 必须的 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其实现在也加入到了这个喝茶的行列当中 对 因为喝茶呢 既健康又养生 不管是坐在这里跟朋友一起聊天 还是品茶 或者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 都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 对 就既温暖又疗愈 那刚刚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茶的知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跟战产一起来品一品茶 好不好 好啊 那大家应该看到我们桌上摆放着茶里的风味地道红茶 我来推荐来自我们福建的金峻梅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你的金峻梅红茶呢 它其实是作为郑山小种的一个工艺创新 研发出的顶级茶品 其实金峻梅它的产地是在武夷山 那金峻梅它的名字呢 它是由三个字不同的构成 这三个字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金它指的是这个原料的金贵 因为金峻梅红茶它采用的是这个头唇丹牙 只能是一年一彩 非常的珍贵 然后如果用一个数据来概括的话呢 通常我们每一斤的金峻梅 大概需要用到五斤的茶叶的鲜芽来炒制 哇那这真的是戏贵如今了 是的是的 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么多 不妨我们一起来品一品它 来润润口吧 好不好 嗯太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先准备一下 好不好 那品茶之前呢 我们也给站站 还有我们小伙伴们准备了一个品茶指南 可以看一下站站的左手边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道中国茶红茶风味轮 风味轮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风味轮 这是查理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共同推出的 中国茶红茶风味轮 那风味轮也是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作为行业战略指导单位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所 那作为风味技术支持伙伴而发布的科学技术成果 那红茶风味轮是由20位国内行业审评专家 通过对19个省市的765款红茶的品评之后 共同梳理出的40个茶风味重要的贡献物质 是一份基于年轻人视角的权威易用的茶叶赏味指南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品茶 这原来红茶有这么多的风味啊 是不是 我们总结完了之后发现其实它大有门道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风味轮的风味描述呢 可以帮助大家来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茶 这样一会儿也可以来试一下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品一下我们的茶里金俊梅 好 可以看一下第一步是要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 颜色对它的色泽是不是非常的透亮 是金黄 是的 然后可以闻一下它的香味 能闻到一点果香 一点点果香 然后你可以尝一下它什么味道 很润 然后很滑 很醇厚 很醇厚 有一种这种回甘的感觉 对不对 这样说的非常的专业 而且很舒服 就特别像我现在 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情况下 喝这个 很润口 很润口 很舒服 是的 所以你可以多喝一点 可以来润润嗓子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刚才站上有说到我们形容的口感 然后比如说 它的一个味道 包括它喝完之后的一个回甘的感觉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风味轮当中来找到它相对应的一些项目 来看一下 刚才口感 站站形容到的非常专业 很纯 对不对 很纯 很纯 然后很滑 很滑 对 这个是它的口感 是 然后刚才是它的基本风味可以有一点点的这个 是说到有一点果香 有一点果 对 果甜 那就是果甜吧 对不对 然后果甜蜜甜 应该是 果甜蜜甜 可以对照到这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地道中国茶 红茶风味轮可以带给大家的这个参考 可以很精准的找到自己喜欢喝的这个口味 来 站站我们可以坐回来 所以平时喝茶的话 站站更喜欢哪种口味的茶 其实我更喜欢就是香浓 就是果味跟花香的那种浓郁一点的 然后也比较润滑一点的 哦 喜欢一些就是更纯香一些的感觉 对 比较好入口的 对 所以刚才我们跟站站一起品尝的这个金峻梅的红茶 这个不同的红茶呢 其实会有不同的独特的风味 那查理红茶风味轮可以帮助大家 在非常多的这个茶当中 它的这个风味特征当中 可以很好地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茶 那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 品茶不光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安心跟治愈 那同时喝茶本身也是非常养生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站站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朋友 他们都有什么季节养生的小秘诀 那我们准备一下好不好 我身边的这块题板呢 就是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跟我们汇总的 就是大家平时这个季节养生的小秘诀 养生小秘诀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站站 跟大家一一来揭晓 你先猜一下吧 好不好 北京人秋冬润造的暖饮 你觉得北京人秋冬比较喜欢喝什么 秋冬的话确实很干燥 那北京润造暖饮的话 我觉得 反正我喝的最多的应该是梨汤 梨汤 对 北京梨汤 所以是梨汤吗 我们来看一下 北京人在秋冬会喝什么样的暖饮呢 还真是梨汤 对 老北京梨汤 老北京梨汤 对 确实名声在外 大家都会喝这个来润一润自己的这个嗓子 而且它要润肺的这个效果 确实是非常实用的养生秘诀了 那接下来我们请站站继续地为大家来揭晓 大家都知道东汉医生张仲景 在他的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当中 提及的一个经典搭配的方子是什么呢 请作答 既然提到他是张仲景吧 那我觉得应该是跟药材有关系的 这个方向是对的 我们来揭晓一下吧 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些药材呢 姜枣茶 是的 这个 虚寒的应该是 对 它就是在《伤寒论》当中的这个搭配 然后在《伤寒论》当中呢 其实有三分之一的方子当中 都有这个姜跟枣的搭配 红枣跟生姜呢 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暖胃补皮的一个组合 那很多人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手脚冰凉啊 这个姜枣茶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驱寒跟暖身的作用 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广东这边的朋友他们都喝什么 广市清润养生甜水 这个我还真喝过 嗯 是不是其实就是马蹄水 对吧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就是 马蹄水 这个是你平时也会喝到的 对 这个我平时也会喝 嗯 马蹄水 这个呢 其实 呃 在广东地区的朋友应该经常喝了哈 他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 同时可以这个解热止渴 然后小小的一杯养生的小甜水呢 就可以来缓解幻季带来的躁欲不适 给大家带来一整天的清甜 啊 好会养生啊 是的 网东的朋友很会养生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宫廷的朋友 他们都喝什么 宫廷 宫廷流行的养盐好味 对 养盐好味 那就是对皮肤好咯 嗯 那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宫廷喝什么 酸梅汤 酸梅汤 哦 这是养盐的吗 嗯 没有错 那清朝时期呢 酸梅汤一经问世呢 就收到了乾隆皇帝的喜爱 酸梅汤不但可以去油解腻 还富含多种维生素 还可以清热解毒 滋养肌肤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么多养生的小秘诀 现在也想问一下 站站 你平时有什么养生的秘诀 可以教大家的呢 我 其实还 哦 我会 我会睡前 我会 有时候会泡脚 嗯 哦 确实会泡脚 嗯 然后我会用梳子梳头 哦 哦 我觉得 呃 无论是从脚还是从头 都是一个加快血液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 嗯 然后另外呢 可以多吃水果 哦 所以站站养生的秘诀就是 睡前泡脚 梳头什么时候 睡睡觉之前梳头吗 还是起床之后说 睡前 睡前梳头 睡前 所以它有助于你的这个更好的入睡 对 所以大家学会了吗 好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来操作一下 然后其实最近年轻人都很流行这个早C1A 对不对 早C1A是啥 早C1A就是早上喝咖啡 晚上喝酒 哈哈 但其实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提倡一个这个养生的方式 大家可以换一下这个早C1A的品类 就是我们早上冲泡一杯这个高维C的果茶来补充这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那到了晚上呢 我们可以换做一些可以解腻消肿的养生茶来消除一整天的疲惫 所以这个早C1A的搭配起来可以让大家一整天呢都活力满满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不妨来泡上两杯 然后我们现场一起来补充一下好不好 好啊 来让我们福建人为您吸一壶茶 泡茶这件事情真的是刻在我们福建人DNA里的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好 差不多 哇 好香啊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茶里的这个茶包呢都是原液茶 真材实料 而且是采用了可降解的玉米纤维PLA的滤网茶包 还有PLA的棉线 它两者呢是通过超声波的技术热压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茶里是致力于一位消费者来提供更健康的茶 那我们可以看到你泡一会儿 它这个茶汤的颜色慢慢的就释放出来了 是 嗯 可以观察一下它的颜色 对是很橙黄明亮的一个色泽 没错 嗯 所以一般我们喝茶呢 一般都是先来看它的这个颜色 颜色 对 然后第二步一般来闻一下它的这个茶香香气 然后最后才是入口来品尝它的味道 嗯 对 所以我们这个茶汤的这个橙色是非常的橙黄跟明亮 那它香气其实可以 香气 那就到处来尝一尝吧 来闻一下 谢谢 可以来闻一下它的香气 哇 非常浓郁的这个葡萄香 对 有这个果香葡萄香 嗯 跟茶叶的香味非常好的 嗯 混合在了一起 好棒 对 其实我们这个茶呢 是我们的茶里的黑枸杞的葡萄乌龙茶 嗯 一品尝就有黑枸杞的那个味道 是不是 对 它有这个不比爱的香味 黑枸杞其实富含了丰富的化青素 那葡萄呢又具备了天然的维C 所以不管是熬夜之后需要唤醒活力 或者是酒做之后 需要来缓解一下疲惫 这一杯这个炒养新茶 绝对可以满足我们所有年轻人的需求 太棒了 嗯 嗯 哇 真的很香 很香 很好喝 真的很香 所以刚刚我们跟战战聊了关于这个养生的秘诀 然后我们也品尝了茶里的这款黑枸杞 葡萄乌龙茶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为战战准备了一些茶点 我们一起移步到茶席区 一起来品尝一下 好不好 走 这边有请 来 来 有请战战来到我们的茶席区 嗯 要再次的欢迎战战 还有所有在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来到我们年味茶花会的现场 那我们现场呢 准备了很多的茶点 非常的丰盛 对 所以其实我们一到过年的时间呢 大家就会参加各种聚会啊 包括家里也会有各种客人来做客啊 嗯 所以经常也会管不住嘴来吃很多这个高油高盐的食物 没错 哎 但在这个时候呢 像咱们的茶里的这款 哎 我们的鸭屎丹丛无糖茶就是很好的 可以作为我们的呃 左餐的饮品来缓解大家大吃大喝的这个油腻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嗯 鸭屎丹丛是可以做特条饮品的 哎 没有错 哇 鸭屎丹丛呢 是非常适合来制作这个健康的特条 而且呢 广东的潮州作为我们中国乌龙茶四大产地之一呢 呃 凤凰丹丛也是其中的乌龙茶的名品 它是独特的潮州功夫茶 也是很有特色的潮州茶文化 没错 这个我知道 潮州功夫茶 潮州功夫茶 嗯 那说起鸭屎丹丛呢 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为什么这么好喝的茶却有一个有味道的名字 那这个名字呢 它的由来是有一个说法的哈 古时候呢 当地的茶农是担心有人来偷盗茶树 所以就用鸭屎香这个名字来降低人们的探究欲 从而保护自己的茶树 是不是很有意思 哦 原来是这样 它非常有意思 所以说了这么多 我们不妨一起来调制一杯 可以在这个今年过年的时候 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的特调好不好 没问题 那就接下来我们请站站来进行你的这杯 过年的特调吧 好 那第一步选一个杯子 对 然后这边有很多的这个食材 好 那16吧 16打一个底 16打底 嗯 其实过年的时候真的 我们晚上吃完饭哈 这个大鱼大肉吃完第二天一睡醒真的很适合来一杯我们查理的这个特调 先用石柳打一个底 嗯 嗯 赞赞也是喜欢吃水果的 哦 16我也特别喜欢吃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再放一些这个这个应该是紫苏对 放一点点这个紫苏叶 嗯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需要把它稍微捣碎 对 这个 那我来吧 好 我帮你来吧 我来帮你 捣碎它 我们可以让这个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紫苏叶的这个香气跟石柳的香气结合在一起对更好地把这个香气给散发出来对现在其实你在捣碎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解压的一个过程对很解压然后让我来两下 你想玩一下是吧 哦 这个 是不是很解压 是 非常的治愈 而且你能在按压的过程当中就能闻到它扑鼻的香气了 真的 嗯 一个16根紫苏叶的这个香味融合在一起 好 我觉得 差不多 差不多 接下来 非常的融合在一起了 对 很漂亮的颜色 这个百分之百的 接下来我们要加入 加入 冰块 冰块 嗯 好 冰块 看一下 我们铺满它吧 就是一样 可以更加的爽口 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啊 不喜欢喝冷的朋友呢冰块就可以少一点 嗯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加入了冰块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 加入这杯蜂蜜 来注入甜甜的蜂蜜 让它们融合一下 真的是一个很治愈的过程 是的 好嘞 最后一步 倒数第二步 倒数第二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注入灵魂 灵魂 对 压屎单从 对 我们的查理 压屎单从 好我们这个 灵魂要注入到这杯特条当中 哇哦 这个颜色啊 它每一层 很漂亮 对 它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颜色 真的好笑的 对 非常的好看 好 这个是倒数第二步 我们注入了灵魂 那最后一步 是得最后一步 点缀一下 点缀一下 让它 更加的有麦香 更好看 OK 哇 这样就是一杯 简单便捷的 鸭屎香 石榴特条了 而且 咱们的鸭屎 单从 瓶装茶呢 每一千克的饮料当中呢 茶多芬的含量 是高达了 五百五十毫克 是茶饮料标准中 其他调味茶饮料 茶多芬标准的三倍 所以能够有 更加浓郁的茶香 那再搭配上 酸酸甜甜的石榴 既有果香 又有茶香 真是又有盐 又有料 又有盐 又有料 所以我们新年呢 来上这么一杯特条 相信来年都可以 让大家有一个好彩头 都可以 紫细东来 红韵当头 而且我们这瓶 这个瓶装茶是 灵堂灵芝的 非常契合 现在年轻人 健康的生活方式 生活态度 那不管是 健身的时候带着它 还是 City Work的时候 带着它呢 都可以作为一个 搭配的单品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大家一定 不要错过我们 这款瓶装茶 那今天 我们在现场 制作完了之后呢 是不是 就是要来碰个杯 好不好 品尝品尝一下 来品尝一下 那我手上的这杯呢 就是刚才我们泡的 茶里的金菌梅 我们一起来碰个杯吧 来来碰一下 红韵当头 红韵当头 来品尝一下这杯特条 今天 战战终于能喝到自己的特条 很好喝 果香茶香 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石榴的那个香气 跟紫苏的那个香气 完全散发出来了 非常非常好喝 跟特别 而且特别的解腻 爽口 所以如果过年 大家如果吃的 比较油腻的话呢 可以自己来制作一杯 同时它有非常好的寓意 也可以跟身边的好朋友 一起来分享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现场跟战战一起来 品尝了好茶 然后同时也探讨了 大家关于养生的方面的知识 同时又制作了 非常美味的特条 那也为了我们中国茶 可以弘扬到我们世界各地 也感到了非常骄傲 那今天时间还是很快 我们又到了 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呢 那此时此刻 我们也希望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 可以拿起你们手中的茶礼 跟我们一起举杯共饮 不管你身处和地 我们都可以用一杯好茶 来万事回甘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战战 跟大家来送一句吉祥话 一起碰杯 好 那就祝大家 龙年心想事成 红韵当头 红韵当头 也要谢谢战战 也祝战战在新的一年 可以继续的平安健康 好好 谢谢 今天呢 我们跟战战一起度过了一段 非常温暖跟治愈的时光 我们也希望屏幕前的小伙伴 也可以在新年来享受一杯 回甘暖茶 那我们碰杯 好不好 下次见吧 下次见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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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3